請教怡夫 國民黨真的不用選了嗎 我覺得 今天中國媒體問馬英九說 你原本沒有秦城為什麼會來 他說為了給你們一個驚喜 他也為了給國民黨一個驚嚇 好不好 那當然會把國民黨嚇死了 講這種話 就像剛才正好講 你前一天朱立倫還在停 你現在怎麼樣圓回來 為人類做貢獻 我的天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當然你馬英九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晚上等著看吧 要選舉的人會不會陸陸續續出來說 無法接受馬英九這一段講話 因為這個殺傷力真的太強大了 真的太強大了 一月二十三號 你那邊封城 我們這邊警戒升級 他講到說什麼兩岸共同合作 防疫共同合作 當初我們去文要求你告訴我們實行 一個字都不回 有什麼合作可言呢 而且還好我們封城圍堵中國 還好我們邊境管制 整個瘋掉 否則那時候 全世界都很訝異 我們往來這麼密切 為什麼我們還守得住 所以我說馬英九 馬英九去 之前前兩天我都認為 還不至於讓國民黨大失血 但今天回過頭來看 我覺得大概國民黨 如果不積極的切割 不積極的對這一段 這一段話表示完全無法接受 那我跟你講國民黨就背著馬英九的包袱選下去吧 這個是很累的一件事 那國民黨你光看目前為止 各方的勢力 在那邊搞來搞去的 現階段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眉目 上個禮拜當然朱立倫 郭台銘大家都說訪美 朱立倫知不知道 朱立倫知道 朱立倫上個禮拜 已經三個主要的人都見過了 韓國瑜侯友宜跟郭台銘都見過了 都見過了 所以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朱立倫才會問人家說 郭台銘在美國的關係怎麼樣 另外一個人回答說 我跟郭台銘不熟 你自己去問他 所以他知道他要去美國了 當然他裡面當然講了什麼 當然都不是講了一個太篤定的話 都不是講了一些太篤定的話 那目前為止就看他四月份 他的規劃是四月份 還要再跟大家談得更具體一點 但是問題是四月份 你是四月初四月底 這很麻煩 這很麻煩 因為新北市議會要開議 新北市議會要開議 突然民進黨的議員如果問你兩岸問題 你還在好好做事情 團結 如果問你國際政治外交的問題 你還在講團結 沒有就直接問馬英九今天的話 問你馬英九在中國的表現 你還在團結 團結共好 你不要你議言我議語 他最新的是不要你議言我議語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他在裡面面臨議會的挑戰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議會未來的議會會像小立法院 就朝野的對抗會像有一點像小立法院 而且議題會拉到會拉到兩岸啊國防啊經濟啊外交這一個層次上面會拉高 因為隨著你侯友宜的參選那這一方面侯友宜的落項 所以我贊成秦惠諸所說的議員所說的國民黨侯友宜的四月危機 我說這四月危機可能要拖到五月啊 整個四月五月啊 除非你真的 那會不會拖到五月直接拒絕 除非說你真的提前宣布了我就請假了 我就躲開這一個戰場 除非你真的要躲開這一個戰場 沒有我認為侯友宜躲的話會跌更大 侯友宜如果每天只是講廢話 呵呵這事情或者團結共好民調也是要點 但是他如果連新北市都躲掉的話 他恐怕將來連新北市都守不住 你你脫離這個戰場 問題是在野黨還在這個戰場 你不在這個戰場 但是他依然會在談你這些問題 不會因為你不在 是你個人脫離而已啊 民進黨不會放掉 那當然郭台銘 郭台銘的問題 我覺得你從美麗黨三月的國政 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格局還是沒什麼變化 所謂的格局還是沒什麼變化 就是你侯友宜的民調 還是在第二相差 還是跟賴清德三卡圖 還是相差到十個百分點 一對一你還是輸 格局沒什麼變化 你去看那個年齡層 地域性或是泛藍泛綠 請國民黨 請向國民黨的整個的比例問題 大概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改變 包括郭台銘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那現在最大的關鍵就是 你朱立倫什麼時候做民調 時間點是一個問題 時間點是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觀察點就是說 如果你是四月下行開始做 就是說你郭台銘去美國 甚至於日本回來 你甚至於是侯友宜的四議會開始 這時候做民調 可能波動性會 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個格局 不再像這樣的一個格局 他會不會又會另外一個格局 會不會變成 柯文哲真的跑到第二區 而且民進黨如果四月份就完成初選的提名的話 他有半年多的時間 直接投入選戰 但是國民黨可能還在內耗內戰 所以國民黨真正要投入選戰的時候會很難戰 因為你依據民進黨的規劃 如果是總統選舉是一個人 他本來說是五月底要往前提嘛 那換言之是 總統跟立委在五月下旬開始 其實就是一個 可能就是一個聯合作戰 聯合到地到處去可以服選 他變成一個聯合作戰開始嘛 那你回過頭來看 可能國民黨母雞還沒有出來 立委還沒有提完名 那那個聯合 聯合裡面的勢頭 我們說選舉有時候勢頭很重要 你有沒有可能再拉的回來 那個困難度很高 所以你現在朱立倫的決定 到底什麼時候 朱立倫決定是快者五月中 慢者六月中 他的快跟慢 就在這一個月中間在滑動 在滑動 那你滑動的過程的時候 你真的民調在滑動的過程 你念入哪些人或什麼樣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紛爭 我覺得這還要再看 如果你在民調進行階段過程 還有紛爭的話 我覺得那對國民黨的候選人 即時產生出來 他不像民進黨那一種各派系 裡面尊於一尊的時候 雖然有心結 但我還是努力的支持 但國民黨不一樣 那個有紛爭一裂 那個裂痕要彌補 可能明年選完了 那個裂痕都還在